本周专题来为大家分析核武议题重返国际焦点 随着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导致全球紧张局势加剧 全球核武升级的风险似乎正处于后冷战时期的最高点 在俄乌冲突期间 俄罗斯总统普丁曾多次提到使用核武 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强化现代化气汗军火火 依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 全球核武数量在历经35年下滑之后 估计从今年起的10年间将首度出现增长的趋势 8月1日联合国秘书长特雷斯在禁止核武扩散条约会议中提出警告 只要有任何决策错误恐将导致人类文明毁灭 他提醒各国要自我约束 建议各国重新强化核武扩散条约和线武架构 并逐步将全球核武销毁 禁止核武扩散条约是在1968年古巴飞弹危机后 由美国当时的苏联英国和其他59个国家签订的国际条约 目的是防止核扩散 推动核武裁减和促进核能和平使用 然而在俄乌战争的时空背景下 联合国召开此会议恐将加深美俄对立 虽然俄罗斯总统普丁表示 支持给予全球公平且不可分割的安全 但是就在8月8日 俄罗斯公开表示将暂停与美国达成的 新战略武器和裁减条约 所规定的实地检查 不会允许美国根据条约 现场检查俄国的核武 并将原因指向西方制裁及新冠疫情 这项条约内容为 美俄各自可部署的核弹头 洲际弹道飞弹 以及可挂载核武器的 轰炸机等数量设定上线 双方并且曾经在去年 延长条约效期到2026年 如今这一项新公告 势必将再次冲击美俄关系 接着来看到同样因为核武议题 受到影响的美伊关系 美国和伊朗两国的关系 近日再次因为美国对伊朗 新一波制裁更加恶化 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国务院 在8月1日将6家全球企业 列入黑名单 其中有4家位于香港 1家位于新加坡 1家位于阿拉伯两个大公国 因为这些公司帮助伊朗将石油出口到东亚 借此规避伊朗因为核计划所受到的制裁 应对美国的新制裁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伊朗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 来抵消这些制裁对伊朗贸易的潜在影响 此事件的发生也在在显示 美国对于伊朗核子计划的担忧 因为即使伊朗一直否认 有意发展核武 但自从2018年 川普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 并对伊朗重新祭出 严厉的经济制裁后 一 德黑兰当局也开始放弃相关承诺 从那个时候开始 伊朗已经提高浓缩钮度到60% 远高于2015年 伊朗核协议规定上线的3.67% 若持续发展 将有机会完成浓度90% 用来制造核弹的浓缩钮 国际原则人总署署长 葛罗西曾经警告 伊朗的核子计划正快速推进 它的发展也新 与能力也正与日俱增 为了终止谈判僵局 各国谈判代表 本月也重新齐聚在维也纳 就恢复2015年 核协议重启谈判 伊朗 美国和欧盟 各自派遣的代表参加本次的协商 综合来看上述议题挑战 无论是对于核武发展 和全球安全趋势 都正好处在世界强权关系 进一步恶化之际 人类和地球正面临一连串 解脱的共同挑战 而要克服这些挑战 只能透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核武引发的全球安全风险 值得共同努力 并持续关注 谢谢大家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